这样合适吗 是啊 对啊 真的不错啊 美丽也很厉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东西啊 哎呀 东西啊 哎呀 东西啊 我独一个要是你 我会跑的 没事 啊 啊 我会跑的 我会跑的 哈哈哈哈 哎呀 我干嘛 这种最舒服 早期98年 就是毕丽出现 出现了 出现了 等一下 他可以直接就是干扰我 我这边我左耳的听力不是很好 听力不是很好 我人家妹妹呢 哈哈 哈哈 嗯 那谁为什么是血 哈哈哈哈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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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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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同进入了演艺圈 一部分求黄便是他们友谊的开端 所以当节目中被问到赵露丝出道年龄时 白露能立马回答出来 出道后的俩人各自拼搏 当有了一点小成就时 很巧明明近期没有任何合作的他们 在快本相遇了 还同穿红裙一起演艺了一支舞蹈 其实茫茫人海 俩人也能在机场偶遇 因为赵露丝需要帮粉丝签名 就把手机放在一边的台子上 白露注意到后立马就替露丝收好 后来白露凭借一部周生如故 和大笑表情包火边全网 顺利成为了跑男的常驻嘉宾 而露丝也在一步一步成为一线女明星 于是俩人在跑男顶峰相见了 露丝也在跑男完成了自己的真人秀手效 网友们也是在这时才注意到 两个女孩子早就认识了 即使不常见面 见面后的废话也依旧可以滔滔不绝 一段赵露丝给白露拍上的视频 被网友们评论到 这不就是我和我的冤种闺蜜吗 当众人给郑凯时评时 赵露丝因为跟凯哥也不坦数 所以就站得靠后一点 白露看到后便把露丝往前拉 这小细节看着真的是会感动的程度 喜欢领个人的朋友一定都知道 这俩人无疑骨子里都是搞笑女 偶像包袱碎一滴的那种 白露还用多收吗 靠表情包火病全网的能有几个 而赵露丝在最近热播的心汗灿浪里 更是品一己之力大歪全阻染 不仅带着唱还要带着跳 我看这俩人搞笑女的表情是永远都死不掉了 别人都是苦恼自己头秃怎么办 这俩人摸起来了 都是头发多 毛发胜的主 一个在采访里讽刺兔头粉丝 头容易捕下水道 家里到处都是头发 天气热的时候 你就像是在头上戴了一层毛绒帽子 我也羡慕你们要兔头粉丝 兔头粉丝 一个问粉丝怎么才能脱发 你们有什么脱发的之前 别告诉我一下 尾巴真的太多了 不是 这不是 真的不是拉 你们不懂头发多得苦 真的 不说了 我们组队去薅他们头发去吧 另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暗暗有时没事说点方言 露丝在剧中就开说方言的那段 真的戳到了不少网友们的笑点 白露就更是一个 平平无奇的语言小天惨了 方言可以说 韩语更会来一顿 给人的感觉真的就像韩剧女主 两人玩起游戏更是脑洞一个比一个亲戚 白露说这是我 因为这个草在长大逼个逼个 我真是 总而言之 白露和张露丝是真的从配角相识 再到顶峰相见的情谊 连夜搜集吻戏 赵柯书视频 白老师说 罗云熙你去学一学好不好 我就在学 然后突飞我们